大家好我是父親 根據後台統計 我的觀眾有九成都是男性 所以我就想說 偶爾來講一集男生會喜歡的題材好了 主將地願家諾美 這是一部綜合了格鬥搞笑和男人間純潔友誼的漫畫 故事的開場是在電車上 有一名叫諾鳥的高中生被同班的小混混盯上 他們想再將諾鳥性騷擾 趁機向他勒索錢財 就在這時 我們的主角地願家諾美 煞爽登場 他見勇為的站出來幫諾鳥說話 表示諾鳥根本沒有摸那女的屁股 因為她的手一直在我這裡啊 諾美運用智慧幫諾鳥化解了危機 還順勢教訓了惱羞承諾的小混混一頓 原來諾美是諾鳥就讀高中的柔道社主將 他告訴諾鳥 如果想變得更美更強 那就來柔道社找我吧 於是諾鳥便加入了柔道社 和諾美主將一起開始了嚴苛的修行 度過了常常被掰開大腿 屁股疼痛的每一天 可說是相當的充實 但這些特訓都是有其意義的 諾鳥很快就變強到 足以打敗之前的混混 混混的同伴也全都被諾美收拾乾淨了 真是皆大歡喜可喜可賀 後來諾美又在電車上幫助了被性騷擾的人 這次的出來者是同校的學妹桃戶美甘 因為身材矮小胸部卻很大的關係 她已經被性騷擾高達665次了 還差一次就能夠造人殺蛋了 而就在第666次的時候 諾美出了救了她 還把這個性騷擾犯好好疼愛了一番 諾美她並沒有想救人 只是覺得社狼被性騷擾也沒資格抱怨 但美甘卻以為諾美這是謙虛不拘功的表現 從此深深的迷上了諾美 美甘很快就身影加入柔道社 諾美雖然對女人沒什麼興趣 以敷衍的態度卻對待讓她想改變自己的美甘 可後來諾美發現 美甘不只訓練十分刻苦 在武術上的天分也是奇高的 諾美說話算話 毫無保留將自己的絕學傾囊相受 美甘雖然一頭霧水 也還是靠著對諾美的愛持續了兩月的訓練 到了實戰對練時 美甘已經變強到能放倒諾鳥 面對尋仇的色狼也能輕鬆的制服對手 諾美不禁對美甘刮目相看 認真的將視為自己的徒弟去看待了 至於色狼後來被諾美抱到森林裡去享用 就是另一個故事了 那主將地願家諾美大致上就是這樣一個作品 劇情以搞笑日常為主 整體風格十分悠閒歡樂 尤其適合喜歡下流梗的人去看 本作在後續也登場了許多有趣的角色 而且在戲份上拿捏做得很好 不管你喜歡哪個人都能很好享受這作品 我自己喜歡的是 《眼鏡數女》的後代《眼鏡淡藻》 以及天月家的戰士《蛇神嘉莉雅》 至於喜歡的理由呢 是因為他們的心 也就是內在的部分 兩個角色雖然不少 最重要的配角始終是 諾鳥和美甘 他們在故事中的成長是有目共睹的 諾鳥的成長屬於比較悲情的那種 由於太常遭受諾美的性騷擾 她逐漸在反擊諾美這件事上誤出了心得 其中最有效的便是直接請抓的女性幫忙 諾美的體質對女人是完全沒有抵抗力的 哪怕是被稍微摸到都會導致皮膚潰爛 於是諾鳥便看準了這弱點 將附近的女人都當成武器來使用 號召的時候一定要選混浴 然後躲在浴池深處 甚至不惜出賣清潔 來給諾美致命一擊 但除此之外 她的實力也有很大掌勁 在最後一捲時 她已經有辦法反擊諾美的過肩摔了 至於美甘的進步幅度就更為離譜了 前面也說過 美甘是諾美親自認證的絕世天才 諾美練了三年的招式 美甘三個月就能學會 美甘很明白諾美只喜歡同性 但她卻覺得這也沒關係 依然喜歡著諾美 她很珍惜與諾美度過的時光 每天也都很認真練習著諾美教導的技術 而正是這份天賦和努力的學習態度 令諾美不知不覺中越來越疼愛這徒弟了 前期她為了不跟美甘對戀 還會把自己的手指掰斷 但漸漸的 諾美就算被美甘碰到也不會起她的反應了 且也不再疏遠美甘 會很自然的和她同桌吃飯 並明理暗理的保護著美甘 避免她受到傷害 諾美雖然身體上無法接受女人 但也有例外 那就是像她母親一樣強大又溫柔的女性 諾美就在美甘身上看到了疑似母親的身影 她也隱隱察覺到自己對美甘的動情了 但諾美不願承認自己竟然會喜歡上女人 那可以說是她最大的雷區 因此在被旁人調侃時 她憤怒到無法自拔 氣到衣服都爆開來 打算把調整她的人當花瓶使用 而這看似胡鬧的劇情 卻也是解鎖完美結局的關鍵鑰匙 本作的主線全圍繞著一場名為天地河的儀式展開 天地河起源於平安末年的寶原之亂 在天下一分為二互相爭鬥時 怨家也分為天河地 當時天怨家和地怨家當主有過一場死鬥 天怨家當主在勝利後學會了無敵的奧義 之後為了學會那奧義 天與地的傳人都必須互鬥 要是拒絕 就會不由分說遭上一代的殺害 而這代的傳人 天怨家老醜和地怨家諾美 兩人是從小一起長大的自由 在彼此心中都佔於著相當重要的地位 也未必須互相撕殺這件事趕快痛心 且老醜的父親老孩 在天地河殺了諾美的父親 根據規定 參加天地河的兩人都得是男的 所以諾美也嘱咐美甘 千萬不能傳給男人地怨家流 諾美的母親不希望兒子也去送死 從小就將諾美當成女兒來養育 但這一切卻被老孩給看穿了 並說出了本作的經典台詞 這眼神並非女人欺慕男人這種淺薄的娘兒們之言 這是深愛男人的真男人的眼神 老孩先生 聽起來您很有經驗喔 諾美的母親無法坐視兒子步上丈夫的後塵 於是在半夜前去刺襲老孩 卻沒有再回來了 那不出意外就是被老孩給反殺了 只可惜這部不夠紅 否則此段絕對有本 在漫畫最後捲中 兩人迎來了天地盒的儀式 老孩解釋了席德奧義的原理 就是藉由將身體和精神折磨至極限 來讓自己得悟 這世上沒有任何事能比親手殺死最愛的朋友還痛苦 諷刺的是 諾美和老丑都不願承受這份痛苦 他們都希望對方能殺死自己 老丑告訴諾美自己要開大了 記得要閃開喔 而她不只盤算故意打偏要害 其也會在這一集用完 這樣諾美自然能贏 諾美卻反其道而行 故意從正面接下這招 就在諾美冰死之際 美甘亂入儀式現場 她將諾美後來身後 對老孩發出了挑戰 老孩決定拿美甘來祭祈 讓她見識奧義的強大 老孩使出了究極奧義 天上天下唯有我獨尊 令方圓速攻以內的人都無法動彈 眼看美甘遭遇危險 諾美的感情徹底爆發開來 她終於明白自己喜歡上了美甘 並藉由承認自己愛上女人這件事 領悟了悲傷 也學會了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連老孩都吐槽 愛上這個女孩對你而言的痛苦 難道跟殺死親友一樣嗎? 答案是肯定的 這對諾美來說 是彼此更嚴重的虛弱 最後諾美成功擊敗了老孩 將天地和傳統終於在了這一代 其實本作儀式是被腰斬的 而原因據說是那臭名昭彰的 東京都青少年健全育成條例 作者在後繼也有談到這個條例 當然這都只是聽說的 實力怎樣我也不知道 只是這作品全十卷都還緩緩在跑劇情 到第十一卷卻突然給人總 必須在這卷內畫完的感覺 所以不管原因為何 十之八九就是被腰斬的吧 我個人是認為相當可惜 很多對CP都沒有交易結果 諾美還把自己愛上美干的記憶給封印掉 回歸了日常 但即使如此 作者也依然很用心去做收尾 在有限的篇幅內把故事給好好結束掉了 一般我是不會把被腰斬的作品推給人家的 這不算是少數的例外 而且本作在時隔多年後又推出了續作 老實說我超想看的 只是台灣感覺也沒出版社想代理 就先不管了 講真的 諾美是個塑料得很成功的主角 耍變態的時候會讓你覺得這人無藥可救 認為她唯一該帶的地方就是監獄 不該把這種妖魔鬼怪放出來禍害人間 但她帥的時候又真的非常帥 還是帥到會讓你很火大的那種 因此即使諾美討厭女人 異性遠去極佳 尤其很受大兄弟的女人歡迎 真是羨煞旁人 雖然對本人來說如同地獄就是了 不得不說作者把諾美的設定發揮得淋漓盡致 這角色最大的特點就是對男人近乎癲狂的愛 據本人所說 她剛出生時就來找男人親熱了 相對的 她也對女人抱持著極端的厭惡感 連闖入道場的母蒼蠅都能秀出來並射殺 從物語上來說 除了老醜和老孩外 諾美在地球上是沒有任何天敵的 她的肉體強大到 能用胯下天狗舉起95攻擊的槓鈴 男人要是被她逮到 菊花都能變成巷子葵 另外她口中的唾液還能夠吸收所有惡性病毒 簡直就是個怪物 但只要不跟她硬拼 發現小巧思就可以輕鬆解決她 比如把美少女雜誌丟在她面前 並事先把內容替換成女性的裸露罩 這樣諾美就會因為其他上的落差吐血身亡了 或是在她強文理之前 先跟其他女生親過 如此殘留在嘴唇上的女性費洛蒙也能夠重創諾美 反正就是男女人當靠山就對了 雖然在動漫歷史上又強又變態的角色很多 諾美和其他戰鬥漫畫的角色暫也不在一個檔次上 但每當提到強的離譜的變態時 我第一個想到的總是諾美 因為這角色實在是太令我印象深刻了 能相提並論的大概只有瘋狂假面而已吧 其他故事中的配角我也都挺喜歡的 裡面也有不少是諾美重型下的受害者 比如柔道社的副主將羽公葉秋 她本身是一個正經又溫柔且充滿知性的人 但由於諾美在去年比賽時襲擊帥哥裁判 競賽一年後又把來關陣的帥哥選手給強推了 導致柔道社無限期競賽 和羽公一臉清爽的說著超悲觀的話 有夠好笑 作者後期還花了整整一話的篇幅 來描寫他吃壞肚子找廁所的劇情 這畫的羽公根本就是個會行走的表情包 拉完死後還一副大徹大霧的樣子 看到一個本來挺嚴肅的人崩壞到這般田地 也是令人不聲唏嘘啊 還有天原家的戰士覺知賽里亞 他本身擁有毒性能力和高超技術 出世登場時充滿高手風範 眼睛還眯起來 一看就知道是個狠角色 結果對戰諾美時 被諾美滿腦子的淫秽思想迫害 張眼開大象搬回一局 也慘遭脫衣武伺候 人直接當場暈倒不戰而敗 後來還落到想靠機關槍取勝 還為了抵抗諾美的心靈攻勢 化起畢有慢 是前後期給人印象超最多的角色之一 另外還有諾美的妹妹羅木奈 是本作少數的貧乳擔當 她暗裂愚功 時常為了她做出有為常理的舉動 還因為懷念母親 很愛把你埋在彈走的大胸肌上 可惡羨慕 羅木奈和諾美的感情非常糟糕 起初我以為單純是諾美討厭女人的緣故 但實際上諾美很寵愛這個妹妹 不允許有人傷害她 只是她早已預感自己會死在天地盒中 才故意疏遠妹妹 希望她不會自己的死而難過 這對兄妹最後也算是冰釋前嫌了 那聊這就差不多了 畢竟搞笑漫畫的樂趣是很難以原語傳達的 最好還是先去看過一遍 才明白各種妙處 順帶一提 本作主角雖然是男童 但女體服力也不少 從我這裡去看也是ok的 此外作者在武術方面的描寫也挺有意思的 只是這方面我不太擅長 也不知道是不是在唬爛 不過看作者取材挺認真的 就算是唬爛也是很講究的在唬爛 反正有趣就好 最後如果你喜歡這影片 請務必幫我點讚或留言 想看我介紹更多作品 也歡迎訂閱我喔 就這樣下回見囉